他第一次见到暗恋多年的 群团长竟然是以犯人的身份 他是高冷禁欲的看守 而自己是他的阶下囚 罪名却是连捅丈夫36刀 而且两次越狱成功 问题是他一直喊冤不承认自己的罪名 在前往蒙特岛监狱的船上 康纳拿着资料例行询问 你擅长说谎吗 完全不会他否认到 但你的资料上写的是 你擅长演习和欺诈 智力超群而且口才了得 审讯时可能被煽动要格外注意 但是他坚持自己从不说谎 而且是被冤枉的 康纳一失语色继续询问他的姓名 为什么要问这个 现在还会有人不知道我的名字吗 只是例行公事罢了 他听了随口说一个名字 和资料上的却对不上 检察官也是死脑筋 并不好奇他真名是什么 只要他说出的和文件上的对得上就成 罗蒂他小声嘟囔着 18岁时被判处有期徒刑50年 收押一年后越狱 三个月后再次被捕 追加25年有期徒刑 并移送到安保级别更高的监狱 五年后凭借一个勺子再次越狱 以上是否属实 罗蒂悠哉悠哉地靠在椅子上 听着自己的英雄事迹没错 你知道我为了拿那个勺子 费了多大功夫吗 好几次不得不合又丑又丑地看守 警官打断他的话不像听他扯多余的 试试是看在他长得养眼的份上 罗蒂乖乖听话 毕竟他可是赫赫有名的战争 英雄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 把你送到蒙特岛监狱的罪名是 难道不是两次越狱吗 毕竟帝国军队的自尊心 可是被我狠狠地践踏了 我是说最初的罪名 罗蒂再次坚持自己是冤枉的 这时副官急匆匆地跑进来 被送到蒙特岛的犯人都穷凶极恶 长官没必要亲自了解凡人 当他看到坐在椅子上的人 魂都吓飞了 这可是阿卡兹的魔女 您为何要叫这么危险的罪犯面谈啊 康纳不理解这个手无腹肌之力 但女人怎么在对方眼里这么危险 虽然她长成这个样子 但是不能大意啊 她可是两次越狱的狠人 您看到资料了吧 18岁就杀死自己的丈夫 罗蒂颤抖着结果后边的话 连统36刀燕师官也推测是仇杀 不是我 我可是深爱着我丈夫 是强盗 那么多人嫉妒我丈夫 所以她什么时候被捅死也不奇怪啊 你们肯定没有好好调查 为什么都不相信我的政策 为什么要把我关进监狱 康纳平静地看着她别眼了打住吧 不论你是什么样的妻子都 改变不了判决书上的罪名 罗蒂知道自己白哭了 眼泪瞬间止住 看来装可怜这招不管用 大人您看我一个弱女子 怎么可以杀掉那的大男人 在你越狱前谁又能想到了 既然所有证据都指向你 所以你在撒谎 亨利带着人用力往外拽 这比之前拳打脚踢的预警温柔多了 他坚信这一次也能成功逃脱 这艘是军用的补给舰 战后改造成克伦运送囚犯去蒙特岛 顺便还让游客组团观光和囚犯同行 长官真的要带着这个 灰头土脸的女人穿过宴会厅吗 她身上的味道恐怕能让客人们吐吧 比战场上的尸体都要丑 听着她的话罗蒂很想撕烂她的嘴 在战场上我们也和尸体没两样 那不一样这女人在我们为了救人 拼死拼活的时候亲手杀害了丈夫 没当场出以绞刑就该感恩戴德了 就连两次越狱都浪费不少人力无力 你能不能闭嘴吵死了 罗蒂忍不住吼她 亨利冷静点 不要被不相干的事牵动情绪 我为部下的无礼向你道歉 康纳把犯人带到甲板上 今晚月色真美 但是她不是带人来赏月的 你在阿卡兹监狱是挖地道越狱的吧 真的是徒手爬下悬崖吗 因为最后一个成功逃出阿卡兹 监狱的就只有36年前的某个魔女 所以大家都怀疑罗蒂也是魔女 如果我是魔女 可不会被这种鬼东西烤住 也不可能被抓住 你的想法和穿上的观光客一样可笑 长官还是不要信得好 这女人九句话有十句是假话 小子你应该庆幸 如果我是魔女 我就把你这张嘴缝起来 康纳只止住两人的斗嘴 让属下去拿东西 她是不是魔女康纳都不关心 只是通知她已经被判终身监禁 在蒙特岛 那里即便是魔女也不能活着逃出来 而罗蒂正在盯着她腰间的钥匙 应该有救生艇和手铐的钥匙 能在上岛前逃跑 康纳却拿过下手递来的生肉 倒进海里 顷刻就被海怪吃干抹尽 我看你一直想要这个钥匙 如果你想成为怪物的典型 做救生艇开启冒险也不错 此刻罗蒂清楚地认识到 没有一个看守是绅士 一个18岁的花季少女 竟然被判有期徒刑50年 原因还是连筒丈夫36刀 接连两次越狱成功后 所有人都怀疑她是个魔女 要把她送去存活率最低的监狱 关到了 旅途中 囚犯貌美如花 押送官 年轻帅气 就连同行的女囚 都在期待他们擦出不一样的虎话 你没有试试吗 像在阿卡兹那样 约有在出谋划策 罗蒂在哀声叹气 康纳又不是想女人想疯了 而且这次海里还有怪物 听到她颓废的发言 玛丽亚瞬间态度冷下来 难道你要放弃了 她在罗蒂眼中是比自己更 适合阿卡兹魔女称号的人 因为她是劳内权力的支配者 她看不惯的人 从来都看不到明天的太阳 得益于第一次逃狱成功 才能入她的眼抱上她的大腿 但是现在罗蒂知道了她的好 保值期是越狱的信念还在的时候 他们需要看着自己越狱 一点点毁掉军队的自尊心 以此维持住他们的希望 罗蒂敢说放弃小命也就不保了 怎么可能玛丽亚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说完两人的友谊 升华为一起抽烟唠嗑的交情 罗蒂也好奇 康纳之前不是飞行员嘛 凭借力的战功进入政界都没问题 怎么回来押送犯人 谁知道呢 玛丽亚直指脑子可能是脑残了 罗蒂有些迟疑 该不会真实打仗伤到头了 不过现在逃生希望很渺茫 要是不好拿不说 就算靠救生体飘在海上 也会饿死 正在思考人生大事 是谁这么不长眼在玩球 喂 吵死了 安静一点 看到小孩子有些担心 会不会下嘴重 这个就是帮玛丽亚拿烟来的孩子 罗蒂叫住她 想让她离这里远点 这不是孩子该来的地方 结果天真烂漫的孩子去跑过来 甜甜的自我介绍我时 雷千利维尔 罗蒂连忙掐灭手中的烟 即使是犯人 也不能在孩子面前吸烟 这么可爱的女孩 竟然是那个铁憨憨的侄女 小孩委屈巴巴 我都跟朋友炫耀过了 说我爷爷是船长 我可以见到阿卡兹的魔女 帝国最有名的粤玉犯 可是他们不信我 恭喜你找到了又 你就是罗蒂 她秒边猩猩脸 报纸上说的是真的吗 你是靠勺子挖出来吗 得到肯定回答 她继续问你 真的会模仿 为了满足女孩的好奇心 罗蒂决定顺便套取情报 但是只问了康纳 有没有结婚或者心上人 后边就不好意思 问一个小孩子了 那她是一个 有同情心的人吗 然而小孩子 不知道同情心是什么 玛丽亚从旁住宫 就是她会不会 把淋雨的小狗带回家 别人哭的时候 她会不会陪在一边 小孩听到这个举例 有些慌乱 这些她都没见过 只能坚持说 康纳是好人 为了兑现承诺 罗蒂要来一枚硬币 变了个戏法 拿走吧 现在她是没幸运币 此时小孩的叔叔 对侄女去 那么危险的地方 还一无所知 和长官在欣赏海上风景 好不容易熬到战争结束 他们竟然把横川 满是怪物的海域 参观囚岛 当成消极 听说那个阿卡兹的魔女 也是出身于李奥顿 您好想因为这点 才很在意她 甚至单独审讯 李奥顿是两人的家乡 也是战争时 被封成废墟的地方 唯独罗蒂岳遇离开纳川 城市才逃过一劫 还成了名人 但是亨利的亲人 却埋在李奥顿 让她心里很不平衡 康纳在一边默默听着手下 巴劳桑宣泄情绪 偶尔回应一下 让这个没能守住 李奥顿的战争英雄 来押送李奥顿 出身的魔女 只是一场让她成为 完美英雄的作秀 只有她成功把这个卑鄙了 独自幸存的魔女 扔到蒙特岛 大家才会重新支持她 在别人眼里 这时是一条光明大道 而对她而言 这是一条自我救赎之路 很难想象 一个肮脏的死囚犯 在关押期间 还能享受公主般的待遇 她曾经两次越狱成功 还三十六刀 送丈夫下地狱 就连看守都怀疑她是魔女 恨不得多长一双眼睛盯着她 只因为她救下船长的孙女 船长便给她公主般待遇 看守的长官 为了让她放弃逃跑的念头 天天给她讲海里多危险 罗蒂受够了一把 拍黑她的文件 别给我上海怪客了 你以为我是笨蛋吗 长官慢条斯理的 整理乱掉的文件 笨蛋和英雄也就一线之隔 这两种人都不考虑后果 有些人甚至视你 为黑暗英雄不是吗 那你觉得我是笨蛋还是英雄 按我的标准 你在越狱的时候 就是大笨蛋 罗蒂气的仙桌 我倒是觉得 乖乖观五十年更笨 你这么聪明 不如教教我 到底该怎么做 她努力找话说 希望有一句 能勾起对方的兴趣 可能对眼前这个人来说 胡言乱语 都比装可怜有用 你如果第一次宣判时 彻底认罪就能警醒 狱中表现良好 能申请假释 或者去调建更好的监狱 要是那样 我早没命了 如果当初没逃出离奥队 你可就见不到我了 还有啊 凭什么要关五十年人 又不是我杀的 以前有个邻居打死老婆 才判八年 就算是我杀人了 为何是判五十年 汤纳指了指书架上的 法典里面都有 可是人家不识字 面对可怜巴巴的罗蒂 她依旧一脸冷漠 你之所以背叛无期徒刑 前往蒙特岛 都是咎由自取 我已经配合你够久了 谈话到此为止 她拽起罗蒂 打算给她关回去 罗蒂为了引起她的兴致 胡乱说道 你跟我是一样吗 你是光明的英雄 我是黑暗的英雄 都是笨蛋 汤纳有被戳到痛处 握紧拳头 我们最终还是赢了 弱小的我们面对强大的敌国 从徒有虚名的胜利中 得到了什么 名不聊生 徒弟变成废墟 你这个所谓的英雄 只是穿着整洁的制服 押送我这个微不足道的犯人 那么了不起的人 现在为何在做这种事 闭嘴 汤纳拉过她的锁链 头一次面对她 没遏制住情绪 而罗蒂却很开心 期待艾顿已经习惯地暴走 为此还在说话刺激她 这也能成为胜利吗 但是她的拳头只是踏在门上 你这种只知道逃跑的人 不懂感恩最少不该羞辱她 你好像想通过挑衅 引起我的兴趣 太明显了 也骗不了我 若想博取同情 还是换个目标吧 罗蒂也很意外 她能这么快冷静下来 我没有说话 你还真是死心不改 其实在这片海上 根本用不到锁链 之所以让你带着 是因为这是罪恶的重量 剥夺他人生命的罪 两人的谈话结束 罗蒂的期待全部落空 她那冷冰冰的声音 和之前听到的根本不懂 就算一直搭话 她也不会说出温暖的话 明明之前战争的时候 听到广播是那么安心 罗蒂一阵烦躁 只能再等别的机会 哎呦喂 干嘛呢 竟然还绑了头发 洗过脸 如果有红色颜料 是不是还要涂唇啊 罗蒂立刻摆出 自认为很美的姿势 人家洗干净 是不是很美啊 别耍花招 我不会上当 路上她正好看到蕾倩 弯腰笑着搭话 你侄女真可爱 叫蕾倩是吧 吓得她手中的钥匙都掉了 我现在被烤着 能做什么 看吧你吓得 你果然是魔女 你要是 感动我蕾倩一根手指头试试 她的大喊声 吓到一旁吃糖的蕾倩 罗蒂看到被掩住的女孩 慌忙地叫她找医生 而她已经吓猛了 你快打开锁链 我知道怎么救她 叔叔抱着就回来的侄女 这才缓过神来 周围的人也投来赞许的目光 看来不只有军人可以救人 现在我也做到 她笑着看着亨利 我的手法还不错吧 要想感谢我 就瞒着你长官 给我弄点洗澡水和吃的 不过分吧 她很久没听到达夫抬头 才看到眼前的康纳 为了不让她觉得自己是 邪恩图报的人 躲开眼神看向一边 刚才我只是说说而已 我就她也不是为了得到什么 帝国的军人 可都知恩图报 你的要求不算什么 只是要戴着手铐 收到消息赶来的船长 反而不乐意了 哪有这样对待救命恩人的 为了报答罗蒂 她大手一挥 会派人伺候你 让你享受公主般的待遇 顺便邀请她 参加明晚晚宴 还把康纳教训一顿 留给恩人戴手铐的吗 在我的船上 必须要听我的 她是一个背叛 无期徒刑的死囚犯 而且还有两次越狱的前科 平时都和老鼠蟑螂为伍 只因为救了船长孙女一命 就能享受公主般的待遇 不仅睡大床 还有侍女伺候 负责押送她的长官 当然不同意 奈何船长是个 说一不二的性子 你这个混账东西 我平时是这么教你的吗 教你给救命恩人戴手铐 康纳也是死脑筋 知道她在海上跑不了 也要坚持给她带着 代表罪恶的家 罗蒂正好在一边吃瓜看喜 在我的船上 我就是法律 至少在我表达谢意期间 把手铐摘掉 不然我有什么脸面 跟她说谢谢 我是军人执行任务 不该有特例 老人家直接无视她 给罗蒂鞠躬道谢 罗蒂这才从名字 认出她年轻时 可是一位战争英雄 即使没上过学 都见过她的话想 蕾倩可是我唯一的孙女 要不是你 我就见不到她了 刚听说你想吃东西是吧 没错 最好能送到监狱里 如果有肉就更好了 那可不行 绝不能这样对待恩人 如果明晚小姐没事 要不要来参加晚宴 罗蒂忍不住 想到晚宴的场景 有些发出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船长您做得太过分了 她是杀人犯 罗蒂看到康娜的眼神 就知道她说不出 什么好听的话 肯定要说 她是个杀人犯 是魔女 卑鄙幼龌龊 没有那个资格 自己在没入狱之前 听到她说的最多的就是 不论你是弱者穷人 还是不幸的人 希望我的飞行队 能好好保护你们 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心愿 而如今判若两人 多谢船长 这是我的荣幸 她决定接受邀请 刺激她 而且这位大人 也说过大海里的东西 多可怕 我也跑不了 对吧康娜大人 她以前对康娜有过幻想 还经常捡回她的宣传单 但是现实总是不能如愿的 罗蒂头一次 在公主房中泡脏 亨利一个大男人 就要闯进来 还让侍女们退下 你是来搜身的吗 罗蒂依旧说着 不着编辑的话 我又不是变态 我说完小说的话就出去 其实他是来道谢的 谢谢他救了侄女 因为战争的时候 敌军同时袭击首都河里奥顿 康娜选择去救首都 因此他的亲人 除了磊倩都在轰炸中没了 而他因为没能阻止 战争结束后 再也不能正常飞行了 因为我来自里奥顿 你无辜的姐姐 死在那个城市 而我这个囚犯却活下来了 所以你看我不顺眼吧 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就像人们需要一个 可以崇拜的英雄一样 也需要一个随意指责的魔女 就如同硬帝的两面 可是这次我是来道歉的 这段时间找你麻烦的事 还有往海里扔肉 引怪物吓你 你只是嘴上说谢谢吗 不如把钥匙给我 当然亨利不可能同意 因为我是囚犯嘛 你觉得我真杀人了吗 如果不是我做的呢 退一弯不讲 就算是我做的 如果事出有因呢 亨利连忙捂住耳朵 不听 不听王八念经 那这个怎么样 罗蒂凑过去 只是一个小小的请求 你会帮我的吧 门外的康纳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推门进来把亨利赶出去 跟一个衣衫不整的女人 同处一室 亨利显然白口莫辩 康纳递给罗蒂一张毛毯 让她包成粽子 严肃地盯着她的脸 亨利有没有未经允许 摸你的身体 你可以说实话 只要你想我可以 换一个人监视你 罗蒂眼中都是嘲讽 你是怎么打仗的 连自己的部下都不信 她是个好部下 但是不代表没有缺点 真的没发生什么吗 她再次确认 看在亨利如此可怜的份上 罗蒂决定帮她解释一下 我们纯聊天 她就是不好意思 当着别人面道谢罢了 况且我也不会陪那种 乳羞未干的小子玩啊 康纳坐在地板上 搞不懂之前那些人 为何被凭 你在想什么 一眼看得清清楚楚 听罗蒂威威道来 他们其实不是被我骗了 而是假装被骗 我是不是擅长说谎不重要 因为他们只是需要一个 可以随意骂骂的提罪样 没人在乎真心 因为无论我说什么 也改变不了任何结果 不过你确实是个英雄 非常正义 竟然对我一个囚犯 这么用心 康纳摸着头发 你也觉得我是英雄 虚意杀害一个人的杀人犯 可不得已 杀害9999个人的英雄 哪个最更重呢 不苟言笑的战争英雄 竟然也追星 而且还被小侄女发现了 康纳顿时感觉老脸没处放了 因为别人追星都是到处收集女神的消息 而他整理了厚厚一本 《月遇女球》的信息 当他发现已经吩咐别人烧掉的故事集 再次出现在桌上时 再次陷入回忆 战争结束后 他每晚都会陷入噩梦 因为他是胜利的象征 不能出问题 只能把这件事埋在心里 每当无法入睡 都会看报纸打发时间 他总是把目光聚集在因为他 的选择变成废墟的李奥顿上 但是没有一篇报道有自己的名字 反倒是舆论军队同心协力 创造出来的魔女 代替康纳成为反派角色 从那天以后 他就开始关注这个邪恶的魔女 而且内心疯狂地希望他快点逃跑 是不是被冤枉 是不是谎话连篇都不中 因为这是唯一一个 从李奥顿活着出去的人 没想到他藏在心里的事 却被小侄女发现了 雷倩抱着一堆喜欢的玩具来找康纳 让他帮忙挑一个要送给罗蒂 在雷倩心里 没有谁比他更了解罗蒂 那本书果然是你的 还好我把他从侍女姐姐的手中 就出来了 最近很流行收集罗蒂的报道 我本来也想弄一份简报集 但是你扔的报纸里 有关罗蒂的报道都被剪光了 信心的是 他这件事连亲舅舅都没告诉 雷倩你可以答应我 以后也不告诉别人吗 因为他是囚犯而我负责押送 懂事的雷倩很爽快地答应了 我还以为你讨厌罗蒂 他当即表示 自己被有特别讨厌那个囚犯 是因为工作不能有那种感情 雷倩随后问你是喜欢罗蒂吗 毕竟在孩子的世界里 非黑即白 不讨厌就是喜欢吧 都不是康纳否定到 那我可以喜欢他吗 我知道他是杀人犯 但是他也就拢了 一件好事加一件坏事 不就抵消了吗 随后康纳继续帮雷倩选玩具 作为回礼 他收到雷倩送来的幸运币 我知道你总睡不好 你应该比我更需要 当被问到硬币的来处时 他及时紧张依旧手口如皮 这些小表情足够康纳猜出来 就算他不是魔女 也要好好提防才是 你知道吗 我喜欢过你每当空中洒下 你的照片我都会收集回来 康纳心中一惊 你还收集照片 因为你长得帅啊 罗蒂说完就后悔了 红着脸别过头 别再揪着你那可怜的部下不放了 你也快出去吧 让那些侍女进来 我也得穿衣服啊 害我逃跑 就让亨利在门外守着 但是康纳对谁也不放心 有雷倩救命恩人这层关系在 只有自己能做到对他不心软 就像你说的 我在想或许我们确实有相似的地方 可是罗蒂上次是为了吸引她的注意 才胡乱说的 现在她根本不记得之前说过什么 康纳伸出手带她去穿衣服 由于自身带有甜蜜绝缘的属性 她像扛麻袋一样扛起淑女 就带她去戴手铐 你这是怕我了 反正你们有手枪还担心我逃跑 没错她说完去门外守着 竟然会让囚犯住进一等舱 还让她洗澡真实离大铺 终于到了晚宴时候 亨利哭唧唧地找长官来解释 两人看到出来的罗蒂一脸惊艳 倒是罗蒂有些无所失从 您是哪位 亨利看着这位陌生的女士 脸盲正多犯了 我劝你管好自己的嘴 否则我一脚踹了你的命根子 反正我的刑期再多也不愁了 听着这粗笔的话 果然只能是从罗蒂口中说出的话 连忙夸赞真相的千金小姐 罗蒂小姐就让我牵你入场吧 康娜却拦在两人面前 这个活还是我来吧 我还是信不过你 16岁少女因为尝到爱情的甜 年纪轻轻就嫁给大她30岁的男人 结果因为忍受不了家暴 把丈夫送进婚姻的坟墓 她也因此换来了无期徒刑 已经有两次成功越狱的经验后 这次她也没有放弃 虽然看守的长官冷漠无情 好在她周围的人善良单纯 在她救下船长孙女之后身价倍增 甚至可以享受到船上的贵宾级服务 船长吩咐下人特意为她准备晚宴 磊倩的舅舅让她挽着自己的胳膊入场 甚至看守她的长官都要亲自给她喂饭 拉着罗蒂的手就往宴会听走 不让亨利有接近的机会 挖罗蒂你像公主一样漂亮 磊倩还没看够就被严肃的康娜吓住 灰溜溜地躲到爷爷的身后 简直萌话众人 可惜康娜这个木头不躲 为你这么绝十二生肖应该多个女 吓到我的宝贝孙女了 臭小子还给恩人戴着手铐 简直不可理喻 两人目光跟火花似 有谁也 既然这样 亨利你帮着罗蒂小姐用餐吧 但是这种事怎么能假手于人呢 康娜主动接过重担 拉着罗蒂的手就要去吃饭 罗蒂从甜蜜的感觉中正拖出来 老鼠怎么可以觉得猫好心呢 你拉着我的手要到什么时候 我是要拉铁链的 你别误会 要不是亨利眼疾手快拉住船长 他又要去教训那个不懂礼貌的匠鱼的 餐桌上孤儿出身的罗蒂 看到菜上来就准备开吃 亨利却开始跟他讲餐桌礼仪 只有康娜注意到他的自卑 主动拿起勺子喂他 时不时提醒他吃慢点 不用管他随便吃就行 他在战场上也没注意过餐桌礼仪 罗蒂吃得津津有味 亨利委屈巴巴的解释 他真的不是想羞辱谁 只是想提醒而已 康娜可不管他的理由是什么 冷冷的让他离原点 你从哪里学的这种 我没见过的急救措施 难道是魔法吗 你也是这种人吗 看到女人做了了不起的事 就说他们是魔女 报纸上可写着我丈夫是游一 船长虽然感觉很冒昧 出于好奇 还是问了罗蒂今年 多大 每家报社写的都不一样 甚至传言他靠魔法隐藏了年龄 当他们知道罗蒂十六岁 就结婚后 餐桌上死一般的寂静 十六岁还不到法定结婚年龄 你丈夫是情少吗 他当时几岁 反正他都死了 还重要吗 餐桌上再次沉寂下去 只有罗蒂巴鸡嘴的声音 好好吃饭 别聊这种少儿不移的话题 没关系 这些新闻上都写了 我都知道 雷倩还想再了解罗蒂一些 奈何康娜板着脸让他吃饭 但这可能不是罗蒂做 的 罗蒂一直在说他冤枉 为什么没人听他的话 康娜的脸刷一下黑成炭 因为他说的是谎言 他杀人是事实 单纯的磊倩眼中都是泪化 就连罗蒂也没想到 竟然有个孩子 会站在自己这边 不要再教训孩子了 我好好吃饭就是了 他指了纸桌上的红番茄 表示想吃 当红色的果肉入口那一刻 他栽倒下去 他这是因为跑不了 选择自杀了吗 连续两次越狱的女囚犯 当着自己的面自杀 这可吓坏了负责开押的康娜 就连唯一一个从故乡活下来的人 也要死在自己手里了吗 而这一切都是女囚计划好的 他曾经因为番茄过敏 差点没命 这次只是为了博取更多的同情 先不被送回监狱 老船长听说他醒了 特意过来探望 跟罗蒂透露 还有三天就到蒙特岛了 我们一直向西方前进 有了蒸汽机 尽管逆风航行也很快啊 现在的年轻人更厉害 甚至能飞上天 真是太酷了 这里是船长是吗 罗蒂要先搞清楚现在的位置 这里是康娜的房间 他出去抽烟了 他不是现役飞行员吗 可以抽烟的吗 他说他要辞职了 船长头一次说起康娜的好话 那家伙其实面冷心善 快看我在他小时候送的礼物 他还留着 这是夜光台写 晚上可以用他代替没有灯 还有我送的望远镜和地图也还在 说着他还在地图上 给罗蒂指出现在的位置 罗蒂第一次从别人口中 知道康娜的从前 他小时候很优秀 但是父母很早就因病去世了 为了远离那些 基于他家产的恶亲戚 他到年纪就进入军校 由军校管理他的财产 直到成年那时 他就很早熟 请不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经过铺垫后 老船长握住罗蒂的手 郑重地拜托 罗蒂小姐 你长得很像我离世的女儿 请保重身体再多休息一会儿 我不认为你是个青年放弃的人 到达蒙特岛之前 我们还有一段旅程 也许他因为失去了女儿 所以看到同龄的囚犯 也会透露善意 罗蒂看着船长离开的背影 已经接受到他传递的消息 由于知识有限 理解不了太多 但是初步确定应该往东走 夜晚罗蒂抱着像灯塔一样 明亮的苔藓瓶子入神 只需要再偷到钥匙和手枪 虽然海中的怪物很吓人 但是只要想到救艾米莉的时候 就能再次振作起来 因为答应了他再见面 看到康纳回来 他还想充分利用下自己的美色 结果那个男人选择视而不见 你刚才一直在门外吗 我说你也真是辛苦 押送犯人这种小事 不是应该你的部下去做吗 你真是低估了自己的名气 这是部长亲自给我下的任务 呵呵 我确实臭名远扬 罗蒂调侃自己 你现在要送我回监狱了吗 康纳看在她身体没有痊愈的份上 让她留在自己屋里 方便监视 而自己只能睡在沙发上 而且为了防着她 还把钥匙事先藏好吗 你为什么不让我睡沙发 难道怕我拖着沙发 跳进海里 康纳握紧拳头 她感觉这是罗蒂能做出来的事 毕竟她明知道吃那个果子 可能会没命 还是跟亨利要了 还让自己当帮凶 亲手喂到她嘴里 这是把情绪内敛的人惹毛了 看着激动的康纳罗蒂 继续天把火 赚一波同情分 表演蒙女落泪 音音音反正到了蒙特岛 也是死路一条 还不如一了 白料 被激怒的康纳 牵住罗蒂的下巴 你在左腰 我就把你四肢也捆床上 我不理解 一个拼命要逃的人 怎么会要自杀 那还用猜吗 就是因为知道逃不掉 你还天天反复强调 我逃不了 我所认识的你是知道 厌气都不可能放弃的 你真的了解我吗 就因为报纸上 看了几篇报道 就说了解我 罗蒂有些气急败坏 康纳再次劝她活下去 只要在这个屋里好好待着 就给她打开手铐 可以让她在这个屋里过得安稳 直到行程结束 为了第三次越狱成功 她拿自己的性命做赌注 只要吃了桌上的番茄 就能暂时不被关在监狱 康纳问了随行的医生 现在罗蒂的身体状况非常糟 在路上就嘎了 都有可能 就连雷倩都求康纳 先不要给她 康纳也决定 把她关在自己的船舱 亲自看守 只要她不再寻死觅活 就给她短暂的自由 罗蒂见目的已经达到 假装放弃抵抗 如她所愿 享受最后的自由 有烟有酒有故事吗 最后三天了 让我再尝尝看吧 康纳双手奉上自己的珍藏 看着她吞云吐雾 一根没了又给一根 康纳长官我有件事很好奇 她开始讲话套取情报 你为什么抽烟啊 飞行员不是禁止的吗 现在不是了战争结束了 你为什么不结婚 战争都结束了 问题跨度太大 让康纳猝不及访 你怎么什么都好奇 这件事是你的粉丝 都很好奇 战争中的飞行员 说不定哪天就尸骨无存了 还是没有家人比较好 哟 军人逗你这样 就没人结婚了吧 没有一张恋人的照片 藏在军帽里 太可怜了 罗蒂仿佛看到她 一瞬间嘴角微扬 不过她更擅长 让气氛冷下来 你性格本来就这么无聊吗 还没有人情味和海报里 宣传的天差地别 要不是工作需要 我本来就不想做宣传 对我来说太痛苦了 好吧 你就当是长得帅的烦恼吧 康纳被罗蒂的话 逗得笑出声来 惊得罗蒂烟都掉了 这自恋狂 莫非真觉得自己帅 罗蒂继续闲聊 要是我是你 就举个三七四切 看着美女们心情就好 你在胡言乱语什么 帝国早就一夫一妻制了 罗蒂打算 给这个高高在上的长官科普一下常识 在边境比你丑的都好几个老婆 你知道吗 我也是我老公的二夫人 你该睡觉了飞行员的生物中 在关键时刻想了 罗蒂主动凑过去 你不想听我的秘密吗 这可跟其他人都没讲过 康纳把她按在床上 让她乖乖睡觉 但是只有三天时间了 罗蒂怎么睡得着 不继续搭话怎么找机会 她摇了摇不安分的小手 怎么不给我考起来 等我睡觉的时候再说 你是不睡还是睡不着 都有吧 说完还都给她一只小熊 这是累迁送的 我也睡不着 反正还有三天以后 睡的日子长着呢 她拉住康纳的手 你就从我的角度 听听我的故事吧 不幸也没关系 反正我已经完蛋了 见康纳默许了她的做法 罗蒂开始从十五岁的时候说起 我在孤儿院待了十五年 他们丢了东西 回来在我头上 不过我可不会惯着他们 既然巴掌都挨了 就真拿了点东西出来 不然太冤了 在那里即使生病 也要干活 直到有一天 我亏见了幸福 原来爱这个字 并不是只有在画本里存在 我也想要有人拥抱我 对我说我爱你 从小就在孤儿院长大的她 刚过完十五岁生日 就被卖给四十岁的男人做小 而她满心欢喜 以为自己遇见了幸福 男人像看商品一样 上下打量着她 首先关心的是 能不能生养 得到院长的再三肯定后 就把罗蒂领回家 罗蒂很感激这个把自己 从苦海拉出来的人 仅仅过了两周 男人就开始嫌弃她做的饭难吃 开始对她动手 罗蒂为了不再回到孤儿院 只能忍 直到两个月后 一个陌生女人 找上门来 才知道自己是小老婆 而这个老公的女儿 和自己一样大 艾米丽冲着父亲一顿输出 我母亲为了帮你炼药不紧 魔力枯竭 还遭受毒打 一病不起 你现在又娶了一个孩子回来 但是她脖子上的项链 可以抑制魔力 她的抱怨换来的 只有一顿毒打 晚上罗蒂好心地来偷偷送药 还被说脑子进水了 那个老家伙 给你宝石了 还是漂亮裙子 骗你也来跳火坑 我只是想有个家罢了 至少不用担心 会被卖到哪去 也不用挤在冰冷的房间 忍受毒打 至少有家人的你 没有资格说我 第二天的心得灵 又像一个人一样 和善地和罗蒂问早安 艾米丽呢 罗蒂忍不住问 她有些担心 昨天对她说了不好的话 会不会被告状 昨天你吓坏了吧 要不是她想用魔法对付我 我也不会打她 这是罗蒂第一次 听说魔法的存在 她是个魔女 继承了母亲的能力 她是因为 无法承受自己的力量 所以才戴着项链锁起来 我只是在保护她 你不用觉得 是二夫人就难过 我现在喜欢的 只有你 你是乖孩子 对吧 只要你乖乖的 我是不会对你动手的 她温声细语的 PUA着罗蒂 罗蒂也很喜欢 新德林 也喜欢这个温暖的家 有时候的摩擦 也就不放在心上了 艾米丽会暂时住在这里 她想给妈妈 赚医药费 就要做事 如果是她妈妈 来帮我做事 家里肯定闹饭天 但如果两个夫人 为我争风吃醋 感觉也很不错 听到艾米丽要留下 罗蒂担心 自己的容身之所 会被抢走 而不是极度大夫人的存在 她这才发现 她爱的不是这个人 而是能遮风挡雨的这间房子 第二天罗蒂追问 在洗衣服的艾米丽 你为什么给我做早餐 该不会是喜欢我吧 还是因为内疚了 艾米丽才不会承认 因为昨晚说了不好的话 想道歉了 她只是嘴硬 有多余的菜就做了 再说也是给新德林做的 和你没有半个硬币的关系 反正我也吃不完 吃多了新德林 肯定会嫌我胖 什么 她有脸说你 她一天除了吃啥也不做 终于在抱怨新德林上两个女孩 有了共同话题 艾米丽听说你是魔女 真的吗 听到没错的回答 罗蒂很好奇 魔女为什么还要亲自做家务 不是应该修得一下 东西都自己动起来吗 故事中的魔女无所不能 而你因为一条项链 就不会用魔法了 为了不让罗蒂失望 她还是准备小露一手 维护魔女的面子 你为什么想看那种东西 帝国百姓都对她避之不及 留在新德林身边 也是为了寻求庇护 虽然很烦 可是我们没法独自生活 但是这个理由 挡不住罗蒂的热情 那可是魔法呀 我第一次见到魔女 很想看看 只见艾米丽随手一挥 衣服在空中自动甩干 这精彩的一刻 让罗蒂毕生难忘 也算是辛苦生活的 唯一调味剂 当天晚上防空警报响起 家里一个男人也没有 吓坏的两个女孩 听着收音机中 钟康纳的声音 才放下心来 我是李奥顿飞行队的 司令官康纳 请关好门窗 带着贵重物品 躲进地下室 我们飞行队 会竭尽所能 保护大家安全 康纳看着面前 把自己说睡着的囚犯 以前发誓要保护的人 如今就要被自己 送到死地 她是满嘴谎言 背叛无期徒刑的女囚犯 押送她的长官 还是最希望 她能逃跑的人的人 这是罗蒂 第一次跟别人讲她 入狱前的悲惨生活 讲到睡着 此时康纳依旧警惕感满满 时刻提醒自己注意 这是一个善于说谎的犯人 她依旧在暗示自己人 不是她杀的 如果她在法庭上 说出这些 他们会说 她是忍受不了家暴 才会杀了丈夫吧 我都给你松了手铐 怎么还不换个 舒服的姿势睡觉 康纳用手指 探了她的鼻息 才确信 罗蒂是真的睡着了 她抚摸着罗蒂的脸颊 有些后悔 接下押送她的任务 因为她也是帝国 最希望她逃跑的那个人 康纳小声嘀咕 我该拿你怎么办呢 真希望你的谎言 能骗过我 康纳第二天 是被亨利叫醒的 头一次 没有催眠的香薰 也能睡得像头死猪 她睁开眼的第一件事 是问现在几点了 可是亨利可不关心这个 最重要的是 她正和女球 躺在一张床上 你们昨晚做了什么 是她爬到你床上的吧 是的吧 现在轮到她怀疑 长官不干净了 是我自己爬上来的 康纳无奈的承认 您疯了吗 亨利觉得自己快疯了 你们不是我想的那样吧 不是你想的那样 康纳一边起身 身边还一直有个苍蝇 跟自己要解释 但是康纳忽然也想不起来 该说什么 别瞎担心 我们都穿着衣服 还有我让你跟她保持一名 距离的话 你当耳旁风了吗 现在亨利可不管 安全距离的问题 依旧一路追问 你是不是喜欢她 不然怎么一起戴着手铐 还是一个房间 康纳一口咬定 只是为了监视而已 她阻止亨利 想要靠住罗地的想法 她性格很极端继续考着 说不定还会自杀 我已经答应她 在我的视线内给她松开 她也答应乖乖待着 亨利不同意长官的辩解 只要考着还怎么能自杀 直到康纳提醒她 昨天罗地吃饭的时候 也是考着的 想到是自己把番茄 送上餐桌的亨利 不再多话 我来找你 替船长传话 她说航线前方 有规模很大的魔兽群 可能会拦住我们的路 听说一般魔兽 都会避开大船 实在不行 就偏离一点航线 最坏只是延迟一两天路程 所以要推迟的话 需要向上级报告 康纳把亨利赶出去后 看着床上的罗地 她还能多活一两天 她重新坐回床边 假装也是刚睡醒 叫醒她起来喝酒 转眼晴空万里的天 变得乌云密布 罗地也没等到酒 等来的是 不放心长官的亨利 她来跟罗地下棋 就算了还回回营 这让罗地更加不爽 一脚踹翻了棋盘 拿贵族消遣的玩意儿 跟自己玩真是烦死个人 你快出去吧 我要休息 本来船舱旧宅 还两个大块头跟我挤着 还有这游戏无聊透了 亨利以为 他这是想赶自己出去 他们俩人过二人世界 当然不愿意 罗地一脸问号 怎么睁眼亨利 就非要留下 一起吃饭一起玩 难道是新型的拷问吗 我是不会出去的 更不可能留下你们俩 罗地以为 他这是防着自己逃跑 才寸步不离的 你就算信不过我 还信不过你上司吗 确实从今早开始 亨利就不信自己长官了 罗地有些恼火 不能跟康纳独处 还怎么套话 于是哭闹着去甲板吹风 我会乖乖的 也已经洗干净了 就算遇到人 把我脸蒙住就可以了 就出去一小夏 你昨天跟我说 有想事的东西 也说过会没事 结果是想自杀 让我怎么相信你 真是奇怪 你不是巴不得我死掉吗 这对你来说是好事啊 一个两次越狱成功的的女球 因为救下船长的孙女 便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优待 不仅和押送她的长官睡在 一个屋里还特许不戴手铐 现在还吵闹着要去甲板吹风 就连亨利副官都拿他没办法 向长官求助 要不我就带他去甲板 待一会儿就回来 结果长官叫他去仓库 拿点酒过来 虽然这和去甲板没关系 亨利还是照做了 因为这是长官之前 答应罗地的 他今天是怎么了 好像跟以前不一样是生气了 他本来就是这个性格 像个不懂事的小马居 康娜的这个比喻 罗地觉得很贴切 不过你果然是当官的料 你给他管得服服贴贴 当然要看得紧一些 毕竟除了他其他人 我都失去了 罗地凑到他跟前 我都跟你讲了我的事 你不说下你的故事 不觉得这不公平吗 他故意把脚踩在他鞋上 制造肢体接触 你讨厌我却很了解我 而我喜欢你 却对你一无所知 罗地顺手抢走他手中的旧报纸 这都看过多少遍了 还不如跟我玩吗 汤娜看着这个女人 不知道他又想耍什么花招 罗地开始了解些 这个鱼目疙瘩一样的男人了 像个孩子一样缠着他 才有效果 当罗地得知他才三十岁 而且二十就当上司令官的时候 简直惊掉下巴 你是有什么生间诀窍吗 因为上面的人都跑了 而且空军本来数量不足 主要都被派去边境和首都 李奥顿剩下的只有军校的学生 我们这批只有我和亨利还活着 汤娜不知不觉 透露不少 罗地这才意识到 十年前是被一群学生保护着 抱歉之前骂过你的同事 是我考虑不周 该道歉的是我 见他道歉 罗地开始宽慰他 你就是想的太多 晚上才睡不着 不用像我这种罪犯道歉 你还能活得轻松点 你为何跟我说这种话 从对立关系人的口中说出 安慰的话让他有些不理解 当然是因为喜欢你 所以希望你心里好受点 忽如其来的表白 让康纳不惊皱眉 这都是什么虎狼之词 怎么我的话让你不爽了吗 罗地拉近两人的距离 只是眼前的男人又后退些距离 是我没资格听你说这种话 感觉有些别扭 你好像又忘了我们是什么关系 罗地抓住他的手继续撩拨 看他的手忽然抬起来 怀疑是不是自己太过分要挨揍了 见他没反应 忍不住得寸进尺伸出手 去摸他的脸 突然被抓住手罗地尴尬地笑笑 哈哈抱歉没忍住 只是想摸一下 你跟海报上长得一样 就当满足我这将死之人的心愿吧 他接着解释 以前我总把你的海报捡回来贴墙上 我丈夫嫉妒你长得帅 就对我又打又骂 说我这种人连你的脚趾头都碰不到 看来当个出名的犯人也挺好的 不仅能和你面对面坐着 还能摸你的脸 康纳一个没忍住摸了回来 这暧昧的气氛 搞得主谋有些害羞 一个是满口谎言背叛无期徒刑的囚犯 一个是克敬职守负责开押的司令官 两人在一起的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暧昧 却被一个可爱的女娃娃打破了 他听说罗地醒了之后兴高采烈 递来邀请罗地参加宴会 自从被罗地救了一命之后 他更 喜欢这个女球了也很关心她的身体 面对这个女孩的善意 罗地心中暖洋洋的 忍不住把她抱在怀里抚摸着她的脸 作为犯人很久没感受到别人的温度 雷倩听说罗地的双手被解放了 特意来邀请她参加晚上甲板上的宴会 不过罗地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虽然这是打探钥匙和救生艇未知的好机会 可是作为犯人应该不能和别人一起参加宴会 罗地看了看外面还在犀利利的下雨 询问这种天气宴会正常举行了 不过雷倩对爷爷的话有自信 我爷爷说晚上雨就会停 他的推测从来没出过错 而且今天是魔女之夜 这是个冬天有名的庆典 轮船上也会举行宴会 毕竟犯人们只会在船舱最底层 甲板上可以给旅游的乘客举办宴会 雷倩嘴上说个不停 介绍着宴会上的节目 诚挚地邀请罗地去参加 亨利把小侄女拎起来 本想告诉他罗地的身份不合适 却被侄女教育一顿 认为他突然打断别人说话不好 你又要因为罗地不懂派对 想要无视他吗 亨利的眼神飘向长官 罗地太有名了 船上的人都认识他 他还怕康纳不同意 雷倩还是知道这里谁是老大 他跑到康纳跟前去征求他的同意 亨利的顾虑老船长也考虑到了 所以今晚是假面舞会 只要罗地盛装出席 没人能认出来 康纳可以当他的舞伴 顺便监视 罗地也在心里编辑措辞 要怎么说才能有出去的机会 没想到康纳会主动问他想不想参加 真的可以吗 受宠若惊的罗地感觉耳朵出问题了 就算亨利再反对也没有意义了 康纳已经给了他很多优待 也不差这一次 终于能和罗地一起看烟花吃东西 雷欠高兴的冒跑 罗地看向窗外 雨果然停了 他有些期待今晚的宴会 魔女之夜是所有魔女的生日 第一次听艾米莉说 这一天是她生日 的时候罗地还有些气恼 他怎么不早说 这才从艾米莉口中知道 这天是所有魔女的生日 而且魔女不是生来就是魔女 魔女的力量很公平 不是根据血统的力量继承的 这种只会降临在女性身上的力量 让人害怕 所以一经发现必遭到猎杀 罗地过的第一个魔女之夜 是和艾米莉一起过的 趁着狗男人不在家 两人一起做蛋糕亲生 他不知道艾米莉明明有各种知识 还有魔法为何要依靠心得灵 而没有淘宝 即使有生病的母亲 和束缚魔力的项链 用一点点魔力 就能自己过得很好 你为何不用魔力给别人治疗 现在没有人知道 这是你的功劳 如果大家看到 你用魔法帮助他们 他们也会很开心的吧 你这个想法很危险 艾米莉提醒她 绝不能让别人知道 自己是魔女 上一个暴露能力的魔女 死得很惨 她觉得现在这样就很好 即使一个人拯救不了世界 但可以把方法分享给普通人 艾米莉趁着心得灵不在 开始教罗蒂一些知识 只是两人都不识字 能教的只是些生活常识 于是罗蒂的全世界 不再是心得灵 艾米莉成为她唯一的亲人 艾米莉 你说魔女不是血脉传承 那成为魔女的条件是什么 一个人的血 一个愿望一次魔法 因为这只是流传下来的信息 具体的艾米莉也不清楚 她把做好的蛋糕放在罗蒂面前 有传闻说魔女之夜向蛋糕许愿 魔女就会实现你的愿望 虽然罗蒂之前没有蛋糕 但是她一直希望有个人 能给她温暖的怀抱 现在这个愿望实现了 不过今晚她许愿 心得灵不要回来 却没有实现 这年冬天 在心得灵的胁迫下 罗蒂怀孕了 在船舱里 她把侍女全部打发出去 当着康娜的面亲自打扮 她瘦弱的背影 仿佛在提醒康娜 这个若姬能制服一个大男人吗 看着她伤痕累累的后背就 知道她曾经挨了多少毒打 罗蒂拿着衣服 问她哪件好看 虽然她提出建设性意见 罗蒂可不打算听 自己选了件蓝色礼服 新闻上怎么没提 你挨打的事情 就连她丈夫的信息 都是一代物 那个四十岁善良的 平民窟医生 当初人们都着急地处决魔女 对她的心酸绅士 毫不关心 你应该在法庭上 把被家暴的事情说出来 虽然判决会对你不利 至少不会被贴上魔女的标签 康娜的这个提议毫无意义 习惯了被讨厌的罗蒂 已经不想要她们的理解 大家恨不得立刻处决她 怎么会允许她辩驳 不过你怎么忽然站在 我的立场思考了 之前我怎么勾引你 你都铁石心肠的样子 是昨晚听了我的故事后 感动到了吗 罗蒂艰难的拉里服的链子 让一旁的康娜搭把手 听说宴会的男伴都会照顾女伴 这个小忙你还是能帮一下吧 康娜蹲下身 帮她系上好看的蝴蝶结 看着她伤痕累累的后背 依旧避免不了愣神 喂 你不会是觉得我可怜吧 一个是两次越狱的女球 一个是高冷帅气的长官 随着押送途中的深入了解 康娜开始同情这个被家暴的犯人 不仅给她解开锁链 还允许她参加宴会 你是在可怜我吗 没关系 我喜欢你可怜我 总比被喜欢的人比试好得多 罗蒂看着自己身上丑陋的疤痕微微醋眉 有些不爽还是听康娜的穿那件黄色礼服吧 这距离她说喜欢蓝色还不到三分钟 谁家小姐身上这么多伤啊 这等于告诉所有人她是犯人 而且你也喜欢黄色这件 康娜贴心地找来披肩给她围住 这样她就能穿自己喜欢的裙子了 罗蒂看着被别在身上的胸针有些受宠落惊 是海报上康娜一直戴着的 这是帝国飞行队戴的胸针 给我一个罪犯袋可以吗 是你给我用的不许再拿回去 康娜不确定对她是单纯的 怜悯还是下意识地反对帝国 不过用这个总笔用锁链锁住她要好 两人终于换好衣服挽着手出来了 罗蒂再次确认这个真的借给我用吗 你不是很讨厌我吗 是不是想扔掉菜给我的 要不就送我吧 其实就算罗蒂是魔女康娜也不讨厌她 只是她性格就那样 亨利在外面等的黄花菜都凉了 怀疑罗蒂是不是对自己长官下手了 罗蒂抱住可爱的雷倩一顿夸 只是假面舞会亨利为什么不戴面具 他摸着脑袋表示戴着面具太像笨蛋了 雷倩仿佛听到舅舅在说自己是笨蛋 把舅舅的脑底全都揭开来 一声说舅舅生病了 遮住前面会害怕 亨利现在恐高见不得死人 就连戴面具也害怕 罗蒂一脸担心地看着康娜 你没事吧 毕竟她也是飞行员 护短的亨利一下跳出来 长官和我不一样 她怎么会生病 康娜作为帝国的战争英雄 是不能出错的存在 只有罗蒂在担心康娜 会不会也被病魔吞噬 却没人知道 亨利更关心长官的终身大事 参加宴会还要带个囚犯 就不能找个好人家的小姐 你的副官是吃干饭的吗 看守这种事可以交给我 可是康娜并不放心她的副官 正如副官不放心她一样 你就是这么大年纪 还不结婚我才不放心呢 我是要养雷倩 你还不找个好女人成家 闭嘴吧 你康娜受不了她的催婚 给罗蒂个面具 带她逃离现场 两人来到宴会上 康娜去找吃的 罗蒂的眼神停留在餐具上 按照计划要先给她灌醉 可是她完全遵守职业手则 工作时候滴酒不沾 那我就自己喝个烂醉如泥 让你招架不住 罗蒂的算盘珠子 被康娜全都反弹回去 你喝醉了 只是浪费你几天宝贵的时间罢了 不知道有没有番茄酒啊 罗蒂想知道 故技重施能不能 让这个冰块的脸上有点波澜 不过依旧让她失望了 和番茄有关的东西 统统被康娜扔海里了 接着罗蒂打算装醉试探一下 毕竟只有一个人喝醉了 才容易发生故事 你为什么杀害辛德林 康娜问出肚子里装了很久的疑问 一个是满嘴谎言的女球 一个是高冷静域的看守 即使她获得同情 被允许参加蒙面舞会 还是逃不过康娜的追问 你为什么要杀害辛德林 面对这么杀风景的问话 罗蒂停止用餐 怎么又问这个 你可真了不起都不觉得累吗 都已经结束了 还审问我 再问原因还有意义吗 反正她都已经背叛无期徒刑 要被送到有进无处的监狱去了 我没有杀害任何人 你没必要审问吗 罗蒂抿一口红酒 小声嘟囔着 就算要说 就能不能别用审问犯人的语气 明明当初在里奥顿声音 多招人喜欢 康娜夺走她的酒杯 不想让她再喝了 都开始胡言乱语了 罗蒂却直接拿起酒瓶 蹲蹲蹲喂 有没有笔 我也想要英雄的签名 在监狱里 就有狱警拿着你的签名 到处炫耀 可给我演唱坏了 康娜搞不懂 她要这种没用的东西做什么 她却再次打直球 当然是因为爱啊 没有指 罗蒂就让她得签在手上 看着她熟练的签名 这么荒唐的要求 她都能满足 别人看起来 也不像狱卒和罪犯的关系吧 打仗的时候 你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罗蒂提出自己的疑问 她一直被各种视线盯着 一定亚历山大吧 你肯定也有信仰吧 罗蒂看着手上的名字 感觉在被逗着玩 手上留下的 不是康娜的名字 她有些生气 就算是文盲 也不能被这样糊弄吧 就连康娜都有些吃惊 连一页书都认不全的罗蒂 竟然会认得自己的名字 她抢过钢笔 在康娜手上写出她的名字 这个才是你的名字吧 我这么喜欢你 然而你要随便 写几个字打发我 听到康娜说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她心怦怦狂跳 这才意识到 刚刚在康娜手上乱化了 要不我帮你擦掉吧 这是我根据记忆乱化的 轻快的音乐响起 大家都在舞室中央翩翩起舞 罗蒂又炫了一瓶 借着酒精 拉着康娜想要融入舞室中央 康娜却因为她喝多了 想要带她回去 连甲板都没看清楚的罗蒂 怎么可能放过这次机会 当听到她说 只会跳华尔兹的 时候罗蒂愣住了 怀疑她在找借口 你说的是真的 你长这么帅 这些年都干了什么 既然她是不会跳 而不是不想和自己 跳罗蒂就放心了 拉着她的手 就跑到甲板上 我们等到演奏华尔兹就好了 康娜立在她旁边 挡住她的视线 你找救生亭的眼神太明显了 被她发现一图 罗蒂只是小小郁闷一下 接着搬过她的脸 开始引诱 康娜觉世 你为何总走神不看女伴的脸呢 说完还不忘堵住她的嘴 避免让她说大实话 你看那个乐器 我认识艾米丽 告诉过我 那是大提琴 其实我知道所有事 几乎都是她教我的 你说的这个人在哪里 这个从未在案件的卷宗中 出现过的名字 罗蒂似乎只和自己讲过 这个满嘴谎言的女球 也会有想要保护的人吗 康娜在案件的卷宗中 没有看到的 这个名字 却在她的口中屡次听到 不免有些好奇 这个消失的人到底在哪里 就这样丢下同伴不管了吗 罗蒂紧张地吞咽口水 怕她怀疑到艾米丽头上 这事和她无关 我也不知道她去哪了 反正判决已经下来了 再追问也没有意义了 罗蒂躲开她的视线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又怎么能给你答案 她跟康娜讲自己的事情 只是为了得到同情 而不是让她刨根问底 只要找到她的破绽 然后拿到钥匙就行了 为了转移她的注意力 罗蒂对她大吼一声 还有你以后不要再跟我发火了 你皱眉的样子太可怕了 让我都适应不了 和在李奥顿时候 真是天差地别 康娜深吸一口气 没想到话题转移的 如此猝不及防 本来她也没发火过 这只是她正常状态 那你希望我怎么对你呢 罗蒂感觉到了机会 立刻抓住 既然我们都来自李奥顿 你就把我当成家乡的朋友吧 这时一个巨浪打到船上 罗蒂被抱住 才站稳脚跟 便趁着机会紧紧抱她 康娜则把她往外推了推 你这是喝醉了吗 她只好接机装罪军队 是不是有那种味 防止落入敌影准备的毒药 如果你可怜我就给我好不好 我会乖乖在蒙特岛下船后 再两劫 你的任务能顺利完成 而我也能解脱 还是说你也很讨厌我 想让我在岛上痛苦地死去 她说这些当然不是真的找死 只是为了让康娜动摇 却没想到第一次 被抱进温暖的怀抱 不过很快就被松开 我真的从未讨厌过你 周围的目光 都被两人的互动吸引过来 虽然害怕被发现 不过罗蒂依旧很会 撩拨禁欲的检察官 那边的小姐们都在看你呢 你喜欢哪种类型 难道还没跟女人睡过 发现的惊天大秘密的罗蒂 一蕾震惊 天啊 你真的没经验 终于康娜受不了她的锅躁 亲手捂住那张嘴 让她老实一会儿 她实在是止不住好奇 这么大名鼎鼎的英雄 竟然没有 那方面的经验 说出去谁姓啊 你是有洁癖吗 还是喜欢男人 或者是太监 啊 你够了 不是你想的那样 康娜有些受不了这些猜测了 如果不是那种原因的话 我来做你的第一个女人吧 面对她自荐整袭 正经的长官 抓住她不安分的手 我看你不仅是喝醉了 脑子也坏掉了 拉着她就要回船舱 她为了不回去耍赖的 坐在地上 康娜蹲下身 如果你喝醉了 就乖乖回去 不要让我后悔对你好 这段甜蜜互动 更是引来侧目连连 康娜爵士 跟女伴的关系真好啊 看来今天都没机会去搭话 不仅所有女士等不及了 就连男人的注意 都被吸引过来 入狱的女球姐姐 人美心善 想帮负责押送的看守 摘掉楚男标签 结果人家不仅不领情 还说她脑子瓦特了 要押送她回船舱 罗蒂干脆借着酒气 耍性子 坐在甲板上步起来 放在别的看话身上 还不鞭子伺候 而康娜好生好气地 蹲下来劝更具有杀伤力 不要让我后悔对你好 罗蒂见好就收 拉住她的手乖乖站起来 不过看到路过的香槟 一步也挪不动了 我就喝一杯可以吧 没想到酒精太大一杯 就让她上头了 康娜找了个人少的座位 给她安排上 酒醒之前就坐在这吧 要是困了就睡 反正我会给你抱回去 罗蒂完全没有听进去 她说什么 眼睛牢牢地盯住 救生体的位置 现在只要知道 就生体的钥匙在哪 之后等看守放松警惕 就可以逃走了 她紧张地咬着支架 已经好久没有见到钥匙了 转头又把注意力 放在康娜身上 他们玩得真开心啊 幸好在战争中活下来 才能享受到今天的待遇 看到这个和平的世界 你会想到什么了 这可是你亲手找回来的和平 还没等康娜开口 就有没有眼色的黄毛 过来搭讪 请问你是康娜绝尸的女伴吗 康娜立刻挡住这个闯入者 把女伴护在身后 没错格雷爵士 她是船长的亲戚 你找这位小姐有什么事吗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搭讪 罗蒂满脑子都在担心暴露 而她特意凑过来 不是对罗蒂有什么企图 专门过来挑拨离间的 船长家有几个未出格的小姐 我还是很清楚的 和康娜爵士这么亲近的 更是头一次见 而且康娜爵士的脾气 可没表面上这么好 看着针锋相对的两个人 罗蒂猜测他们难道是同学 黄毛剑缝插针邀请罗蒂跳舞 不过她可不会给陌生人面子 紧紧抱住康娜的胳膊 我只会跟船上最帅的男人跳舞 让她一边凉快去吧 黄毛可没有一点绅士风度 打算来个强买强卖 猛地拽过罗蒂 今天这支舞她要跳定了 康娜再次拦住没有让她得逞 结果黄毛气急败坏 开始接自己老顶 你这扶正人君子的模样 真让我捣胃口 因为我是个逃兵 就如此轻蔑我 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嘛 你编队里那些丫头哥哥 死无全尸了 但我这个活下来的人 即将受勋 看他拿着已故之人的功勋在 跟前炫耀康娜更加瞧不起他 甚至一句话都懒得跟他多说 带着罗蒂就要离开 黄毛哪里肯放他们离开 伸手就要看罗蒂的庐山这面目 获得的就是康娜的一老虎锤 素莱冷静的指挥官终于被惹毛了 当然其中有我们美丽的女球一半功劳 罗蒂无数次的撩拨 都没有让他情绪上有波动 这次多亏黄毛这个战场上 得逃兵跑来接罗蒂的面具 让他的愤怒指突破临界点 康娜揉着手腕怒视这个小人 这是船长的亲戚 给我放尊重点 让他老人家知道小心你吃枪子 眼见看热闹的人不断增多 他抱着女球就打算脱离战场 罗蒂小心翼翼地偷瞄一眼 一声 很好奇那个家伙和康娜是什么关系 你打他不会有事吧 他会不会认出我 他是和我一介的其他的 你不用担心 他脑子没那么聪明 黄毛被当着面这么鄙视更加不爽 你说我抢死人的功劳 你又有什么不同 放任家乡被轰炸厚着脸皮 当做英雄的样子真是可笑 你就继续无数逃跑好了 我敢肯定你也和利维尔一样 生病了 罗蒂为了安慰他 把辛德林拉出来做比较 那种人的话你不用在意 和辛德林一样都觉得自己是 世界上最惨的人 他就是嫉妒你太优秀了 虽然整个帝国的人都讨厌我 可你是英雄 谁都没资格讨厌你 康娜理解不了他的逻辑 为什么你笃定所有人都讨厌你 却不信有人会讨厌我 罗蒂想起来 他说过不讨厌自己 转头凝视着他的眼睛 那你也喜欢我吗 一下把康娜问得哑口无言 催促他喝多了 要赶快回去休息 我们看完烟火秀再回去吧 两人并肩坐在甲板上 等待烟花绽法 康娜还贴心地奉上外套给他取满 当烟火在天空绽放的那一刻 有人兴奋有人恐惧 康娜的战争后遗症暴露在罗蒂面前 她想找人帮忙 却被拉着这种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就算是亨利也不行 她担心亨利受不了 只能一个人承受 罗蒂咬紧牙关焦急万分 这么严重的后遗症 怎么不看一声 烟花的声音都让你崩溃 还装作没事 康娜依旧选择一个人硬撑撑一下就好了 看着昔日的英雄在自己面前 站都站不起来 只能问他有没有要可以帮忙去拿 康娜却犹豫着 但是现在除了罗蒂 没有人可以帮他 罗蒂再三保证没有要事 他哪里也去不了 而且在别人眼中他谎话连篇 他散布的谣言没有人会相信 你是不是很失望 你身心不疑的英雄竟然是这个样子 本来我至少不想被你发现了 罗蒂没想到他都要憋死了 关心的还是这种事 他捧住康娜的脸 我不会怨恨你 我不会对你失望 让我帮帮你吧 毕竟我也是你救过的人之一 绷不住的康娜爵士紧紧抱住 这个自己唯一救下来的人 没想到两人都是彼此的未解 本以为他能就这样撑到烟火结束 结果抱了一会儿 就告诉罗蒂要的位置 就连罗蒂也没有想到 他会放自己离开 他按照指示 只找到一小包睡眠草的药粉 为了找到更多 他开始翻箱倒柜 却被一本书砸中脑袋 不认字的他能认出的 只有被红笔 圈出的自己的名字扑斥笑出声 原来他一直没有说谎 但是他为了小命也不可能动摇 找到了康娜藏起来的所有药粉 只要把他放到派对上 就能迷倒一片 即使对康娜的表白都是真心的 也没必要为一个男人就留下来 即使很大概率会葬身在这片海上 也不会认输 战争到底有多残酷 就连战争英雄都有严重的后遗症 然而还被他负责看守的女球知道了 因为他忍受不住烟花的声音 拖罗地去找药 曾经两次越狱成功的女球 怎么可能放过这次机会 找药的同时 顺便把他藏起来的药都找到了 不知道过去多久的康娜 感觉自己脑子真是糊涂了 竟然让越狱犯一个人去船舱 当然他也知道这艘天罗地网 搬到船上他不可能逃走 就算坐上救生艇 能活着到陆地的机会也很渺茫 长官为了顺应名义 特意让在大众心中 形象完美的康娜去押送魔女 再次为了多数人牺牲少数 这次康娜犹豫了 所有人眼中的说谎经 在他面前表现得非常坦率 他更加不希望罗地去送死 自从战争结束后 所有人都唾弃的魔女 成为他唯一的救赎 康娜艰难地扶着栏杆站起来 如果他想到达蒙特岛后 安详地死掉的话 自己是不是可以帮他 他掏出怀中的武器考虑着 罗地的呼唤让他清醒过来 这个女球已经按照约定 把药找来了 还督促他快点吃掉 看着回到回到眼前的女人康娜 才意识到 他是不是凶手已经不重要了 押送他这件事 就算是交给别人 他也会抢过来 如果这份感情是怜悯的话 早就会帮他解脱 可是明知道他会翻抽屉 还是放任他去做 让他怀着希望活下去 意识到自己内心真正的想法 康娜露出笑言 看着罗地莫名其妙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一直在看着你 他俯下身啃罗地一口 这次是他主动的 只是倾瓶点水 一由未尽的罗地 还想继续却被拉着就会传仓 康娜重新变得沉默寡言 罗地这个机会主义者 立刻不停地搭话 你身体这么快就没事了吗 是觉得我漂亮 所以忍不住了吗 你到底会不会接吻 要不要我教你 被罗地追问的无语 毕竟刚才的做法是自己的错 他停下就想让罗地打两下出击 看脸的他立刻反击回去 万事还不忘甜甜嘴唇 这次我们扯平了 回到船舱 他依旧想继续 今天这么好的气氛 过了这村可就没这边 康娜反手制止住他 你都说扯平了 不能再胡来了 但是他不可能乖乖睡觉 这个男人任务期间 连饮水台都没靠近 船上的其他人都睡着了 绝不能让他醒着 必须想办法让他救饭 不过罗地就算使出吃奶的劲 看手依旧稳如泰山 所以扇不过来 他只能过去 随后他光荣被绑 这可是你先不遵守约定的 怪不得我 康娜无奈地服恶叹息 这次明明是你先主动了 难道不是这个意思吗 看到他冰冷的眼神 罗地害怕地闭上嘴 意识到可能刚刚凶到了美人康娜 轻声叫他过去 解释着我没有生气 抱歉吓到你了 不过这真的是你想要的吗 是吧 他有些支支吾吾 长官把他抱在怀里耐心地开导 你需要的是可以抱着你的人 而不是一起过夜的男人 而且我不讨厌你 如果是平凡地相遇 也许会一起度过魔女之夜 不过现在的你太瘦了 身上有很多伤口 而且我也不希望我对你而言 和那些人一样 他起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蛋糕 让罗地可以许愿 然后两人准备纯睡觉 一个是满嘴谎言的女球 一个是负责帅气的看守 原本是猫鼠关系的两人在船上 相处几天后躺在同一张床上 康娜红小孩一样 让他继续讲自己的过往 他这次会认真听 希望他也不用说谎 那年冬天罗地怀孕了 但是他不想生下 那个家暴男的孩子打算轻生 本想锁上门后一个人了结 还是被赶来的艾米莉阻止 他捧着罗地的脸 安慰我可是擅长草药的魔女 你的麻烦我会帮你解决的 所以要好好活着 但是这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罗地担心一直没有孩子的话 辛德林更不会放过他 他已经不想要这个家 也不想要辛德林了 于是他教唆艾米莉 带上母亲三个人一同逃跑 虽然艾米莉一直都在安慰罗地 可是他也有自己的难处 他母亲已经病入膏肓 急需要金币救命 是赌成性的辛德林 不仅客扣他的工资 还把他攒下的钱拿去赌 还在嘲讽他 你跟你母亲一样喘 怎么就不懂得放弃他 早就没救了 你有这时间 还不如多给我挣点金币花花 罗地在坚持一段时间 把艾米莉继续劝他 我们还需要时间准备 等存够积蓄 我们就一起逃走 于是罗地依旧做着嫌弃良母 直到辛德林再次问起怀孕的事情 甚至怀疑福利院的院长说谎 是不是买来的这个还有 有影集 不然怎么会一年没有消息 他不知道每次怀孕后 罗地都会服用艾米莉给他的草 药 罗地怕他生气再惹来一顿打 只好违心地上去宽慰 而辛德林也着急出去赌 没有继续追究 从窗户看到这个老男人出去后 他准备收拾东西逃跑 没想到被杀了的回马枪 我总感觉你们俩最近不对劲 看来不把你绑起来胆子 变肥了 意识到不妙的罗地撒腿就跑 甚至找军人求救 但是他们都冷脸旁观 家暴这种事见怪不怪 还是他们自己解决吧 看他脸蛋不错 甚至叫他留下一起喝一杯再走 他这次明白艾米莉一直不逃跑的原因 就算成功逃离辛德林的魔掌 世上也没有能保护自己的人 看着边说边掉眼泪的罗地康纳 这才知道他讨厌军人 的原因 对不起当时我没在那里 我带他们向你道歉 你在那里会有什么不一样吗 他坐起身虽然康纳 也是 军人但没必要帮他们道歉 如果他们是我的副官 那么不介意赏他们两颗子弹吃 我手上已经沾了不少 学再沾几个恶人的也没关系 可惜世界上没有如果 罗地凑近康纳再次询问 如果当时你在场 会帮我解决辛德林吗 你就算骗我也可以 你知道我想听什么 听到他说 会罗地仿佛耗尽所有力气 看到他的真心 罗地依旧不会信任他 可是漫漫长夜 熬不住的那个人是自己 康纳看着床上的谎言 美人很是纠结 不想让他飘在海上喂鱼 也不能自己给他一枪 更不想把无辜的他送去岛上 康纳甚至希望有神仙 来给指一条明路 一样难以入眠的 还有他的副官 自从看到两人在甲板 亲吻的 画面后他更确信 长官沦陷了 我就奇怪 您当初像老母鸡 护小鸡仔一样护着他 你现在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吗 更让他震惊的是 康纳竟然当着他的面承认了 这让人直接蹲在地上挠头 长官走歪了 他这个兵更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您是不是喜欢他很久了 也不是在船上才知道他的吧 还以为我们打了十年的仗后 终于能轻松吗 结果您喜欢上一个 要亲手送进监狱的犯人 真是折兽 亨利这次是带武器来的 他想帮长官解决痛苦 给罗蒂个痛快 这个办法比去岛上受苦强多了 睡着的罗蒂对此还一无所知 两个男人因为自己在打 驾 受到阻拦的亨利 其实也没有坚定想法 只是想看看长官想怎么样 结果试探出长官 并不想让他这么死掉 看到脑子这么不正常的 副官康纳踩导出事了 只能问他外面发生什么 这才知道一夜之间 魔兽把船包围了 这是一直以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就连船长都忙得焦头烂额 因为船上的游客都在掌握 第一 他们坚信这都是魔女的魔法 他让亨利把睡着的罗蒂送去监狱 比较安全 自己打算去甲板瞧瞧 为了分散大家的注意力 防止暴动是时候 他这个英雄登场 一个是大家眼中的魔女 人人得而诸之 一个是人人崇拜的战争英雄 然后这个英雄当着副官的面 承认爱上了魔女 担心暴乱的人们伤害到罗蒂 他让副官先把他安置到监狱 自己去甲板看看情况 结果事情比预想的眼中的 多一群魔兽把船团团包围 他的想法都是把魔女扔到海里 才能解决 船长一嗓子想让他安静下来 让他不能因为不确定的事 就怂恿不安的群众 结果手下依旧固执己见 责怪船长因为魔女救过他孙女 就躺护他 坚信因为船上有魔女 才惹怒大海 必须用他陷阱 反正他是个死囚犯 死在哪里不是死呢 只要我还在船上 就不会因为这点事就沉船 船长的嗓门很大 可是依旧没用 还是得靠康娜的武器说话 他要是不听船长的话 就击毙算了 反正自己的任务 是把罗蒂送到岛上 你要是妨碍我的任务 我可不会舍下留情 副船长连忙举手投降 同时怀疑康娜也被魔女蛊惑了 船上威胁到罗蒂生命的 不止副船长一个 雷倩哭着跑来搬救兵 几分钟前亨利送罗蒂回监狱保护 玛丽亚深度怀疑 这个小屁孩能不能守得住 上一秒他还信誓旦旦地打包票 下一秒就被红毛啪啪打脸 隔雷带着枪来的 不仅抓走罗蒂 还把亨利做了一顿 我已经通过很多次 魔力鉴别时的鉴定了 你要是依旧怀疑 就再鉴别一次啊 罗蒂不想被当作魔女扔进海里 不过他根本不关心 罗蒂是不是魔女 他只想把这个女人扔海里 你如果能在海里扶起来 就是魔女 他甚至怂恿围观群众 怀疑船长 只要把魔女扔下去 危机就解除了 果然怕死的人们都动摇了 虽然把活人扔下去很过分 但是万一这个方法管用呢 就连向来有根稻草就能 抓住的罗蒂 也觉得这是死局 打算自己跳下去 但是就有这么一根稻草 向罗蒂跑来 一脸焦急的康娜跑过来 却没能来得及抓住她 罗蒂从冰冷的海水中探出头 果然不想就这样死掉 逐渐往下沉的她 感觉被什么东西在往上推 绝境之下 遇到了一同跳下来的康娜 再次醒来 就是在康娜的屋里 只有亨利守在一边 见到人醒来 眼圈通红地开始咬她 你醒吗 能喘气吗 要不要喝水 她只想快点清醒 可不想喝水 因为供水台早就被她动过手脚 康娜回到船舱 只能让亨利先去拖延时间 不能让这么虚弱罗蒂这样 被送回监狱 你为什么跟着跳下去 就算是你 也可能会死在海里 爸 康娜一脸无所谓的样子 你想活下去吗 这句话好像打开了 罗蒂求生的开关 认命的话 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从没想过要死啊 既然这样脱衣服吧 罗蒂一脸问号 这和自己的命有什么关系 作为猫鼠关系的囚犯和看守在 押送途中竟然擦出来的火花 男色当前 罗蒂依旧坚定地选择逃跑 满船的乘客 多数都认为她是魔女 应该把她扔海里陷进魔物 为了救她的命 康娜提出一起睡觉的要求 为了守住怀里的药包 她拼命挣扎 当她发现 怀里藏的东西已经 没了时 因为体力不支昏了过去 刚被从海里捞出来的罗蒂 脑袋昏昏沉沉 被心爱的指挥官抱在怀里 都打不起精神 她的身体凉得跟冰块一样 放任不管会因为失温症 一命呜呼 这让罗蒂头一次觉得 人的体温如此温暖 甚至怀疑自己这么没有魅力吗 仅仅是被抱着什么也不做 她拼命打起精神 等待船上的乘客喝下药的水 昏睡过去 不过她要先坚持不住了 迷迷糊糊的她又想起之前的生活 新德林发现她私藏避孕药后 把女儿跟小妾又是一顿暴揍 你们想偷偷逃跑吗 可是除了我没人能保护你 你要回到把你卖了的孤儿院吗 艾米丽已经被关起来 她劝罗蒂识去一点 新德林提议 反正艾米丽教会她很多东西 可以给她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和自己经营诊所 得到她廉价的原谅 罗蒂发现没有人可以保护自己 想要活下去 新德林必须死 而且她也该死 船上也收到军方的电报 如果晚上魔兽还不退去 必须在船上处决魔女 因为保证乘客的安全比一个死球重要 就算船长还在坚持 最后也要听命行事 被伤到心道亨利忍不住哭出声 开始当飞行员的时候 是想保护别人 可是最终发现好人都死光了 只剩下坏人 对于罗蒂他也感到内疚 现在他还发着烧躺在床上 但是乘客们非常激动 觉得康纳已经被魔女蛊惑 不值得信任 亨利只好再去拖延下时间 留康纳在房间再次照顾到床上 发烧的罗蒂在康纳身上一阵 乱魔开始发出黑黑黑的傻笑 有些怀疑他是太监吧 这都坐怀不乱 如果你没生病 说不定我也会有反应的吧 还在生病的罗蒂开始担心康纳的安全 维护一个魔女外面的人 也不会放过他的吧 你可是战争英雄 为什么要救我 以后大家对你 但是康纳看来一切都无所谓了 本来也没想要当英雄 只是为了赎罪 因为大家需要才待在那个位置 只要你说想要活着 是真的其他都无所谓 他给罗蒂盖紧被子 在他的头上留下一位 这哥谁都觉得他是疯了 可是他不是现在才疯了 他一直把罗蒂登在报纸上的照片 带在怀里 一直想见一面 那你的愿望实现了 现在可以实现我的了 罗蒂想要再听一次 他当初战争时广播中说过的话 那些是长官命令他说的 然而我会一直保护你们这句话 他从来没有做到 终于最后的时间到了 罗蒂被亨利重新带回监狱 梦中他见到了艾米丽 他笑着告诉罗蒂 要快点醒来见他 马上就要成功了到魔女之岛 这个女球因为两次越狱成功 被别人当做魔女 在押送到有去无回的蒙特岛 途中要被乘客献祭给魔兽 就连康特的长官 都发消息同意这个做法 让他继续保护罗蒂的借口 也没有了 罗蒂昏睡中梦到了好友艾米丽 他告诉罗蒂庇护魔女的 魔女之岛就在蒙特岛附近 所以他才能出现在罗蒂的梦中 这一切让罗蒂感觉很不真实 经历过那么多绝望让他 以为艾米丽早就不再人世了 他留下会来接罗蒂的诺言后 消失在梦中 迷迷糊糊醒来的罗蒂 还有些找不找呗 狱友提醒他打起精神 喝过葡萄酒的人都晕了 只是船上的饮用水 第二天都会换掉 肯定没有用了 他仅仅通过罗蒂去过 英雄的船舱就推断 出罗蒂拿到了迷药 所以自己什么也没喝 现在船上很安静 应该没有醒着的人了 狱友指着窗子告诉罗蒂 有个小朋友一直在等他醒来 小海怪眨巴着卡兹兰 大眼睛过来求贴贴 乖巧的样子 羡慕得欲有口水之流 他这才想起来 之前沉入海底 多亏魔兽给他送上来 这些家伙不是来吃人的 一个人的血 一次愿望一次魔法 罗蒂怀疑自己无意中 成为了魔女 而且使用了魔法 手上的锁链 也随着他的想法而断开 他激动地看着玛丽亚 分享喜悦 他们天天喊我魔女 如今也算名副其实了 这个小家伙 是艾米丽派来的 他也能去魔女之岛了 看到希望的罗蒂 打算带玛丽亚一起逃跑 却遭到拒绝 这个一辈子生活在 监狱中的女人 烂也要烂在监狱里 他能看着罗蒂 去到想去的地方就够了 亨利急匆匆地带女球出来 连他手上的锁链 断开都没有发现 更别提一路尾随的小海怪 他抱着人挡蛮人 狗挡打狗的觉悟 来找罗蒂 却发现他们全都晕倒了 这让下药的罗蒂 有些心虚 可能喝太多了吧 多愁善感的亨利 把他带到控制室门口 再次哭出声 你是个有名的越狱犯 我放你出去 你能逃跑的吧 罗蒂的专业性 首次遭到质疑 你这种危险的想法 你的长官知道吗 他怎么敢和 遵纪守法的长官 说这种话 但是救命之恩 需要以命向还去蒙特岛 会没命的 罗蒂欣慰地揉叹脑袋 没想到 最先松口放自己走的 竟然是亨利 而且他还告诉 罗蒂康纳是喜欢他的 如果好好求一求 说不定也有机会 你喝酒了吗 罗蒂在他身上 也闻到了很大的酒气 他之前一直被关着 就喝了酒 现在好不容易 跑出来救人 只是之后的事情 他也没机会参与了 他的药效涌上来了 罗蒂在他头上 留下告别的一吻 希望他以后 不要再痛苦了 战争的时候 他年纪还小 没必要背负 这么重的包袱 两人之前的不愉快 在他逃走后 也就扯平了 他接过小海怪 献宝一样 递过来的武器 准备第三次越狱 这个女球 因为两次越狱成功 背叛终身监禁 去往蒙特岛监狱的路上 她开始了第三次越狱 这次负责看守 她的副官 也成为帮凶 这次 她在成功逃脱 报纸头条 肯定都是罗蒂的新闻 而且 这次再说 她是魔女 就是事情了 船上如今静悄悄的 她们晚上都喝了酒 昏迷不醒 康纳应该也被关起来了 就算是她站在面前 也阻拦不了 罗蒂逃跑的决心 虽然没找到救生艇的钥匙 但是如今的罗蒂 可是货真价实的魔女 她有能力解放救生艇 不过突然出现的脚步声 吓罗蒂一击灵 她连忙掏出武器 指向走过来的黑影 原本应该被关在 控制室的康纳 出现在眼前 让罗蒂有些惊慌失措 别人都喝酒睡着了 怎么她还醒着 她颤抖着举着手枪 恐吓对方不要靠近 不然真的会开枪的 不料康纳根本不在乎 还在关心她身边的小海怪 是什么新宠物 因为她知道 亨利的手枪中没有子弹 罗蒂绝望地摊在地上 思考着是否能依靠魔法 打倒眼前这个男人 不料她竟然送上自己的配枪 我这里的已经装好了子弹 只要你扣动扳机 一切就结束了 她抓住罗蒂的手指 在自己的额头 希望这样的诚意 能让罗蒂放下戒心聊天 汤纳从兜里掏出一枚硬币 这是当初在牢房 罗蒂给雷茜的硬币 这就是所谓的魔法吗 罗蒂恍然大悟 她询问康纳 没有被关起来的原因 这才知道 向来言语律己的指挥官 竟然说谎 她今晚计划如此顺利 多亏了康纳的暗中协助 她当着大家的面 同意陷进魔女 然后让大家喝了 有添加剂的红酒 你相信我是无罪的 相信我说的话 可是我真的是魔女 罗蒂感觉有些愧对她的信任了 康纳看着对自己虎视眈眈 但小海怪也相信罗蒂是魔女 罗蒂站起身询问康纳 为什么这样对她 是想知道真相吗 无论说什么 你都会相信吗 对康纳来说 现在真相是什么都无所谓 不过她还是想听罗蒂说说看 一直以来都在说谎的罗蒂 已经分不清 自己说过的哪些是真话 哪些是谎言了 她确实是说谎经 也是魔女 她记得的唯一真相就是 星德林是她杀的 那是艾米丽被关起来的第二天 她的母亲病故了 去确认她死亡的星德林回来 还在抱怨她命长 处理尸体很麻烦 她也没想到 今天是她最后的晚餐 今天的晚餐 罗蒂加了料 在星德林眼中 她不是魔女 而且是个乖孩子 所以一点也不危险 罗蒂歪着头 嘲笑她愚蠢 因为她从小就会以牙还牙 过了这么久 罗蒂才想明白 这种人并不是需要魔法 才能处置 这种货色 她可以随时动手 只要能送她下地狱 以后的日子 不在罗蒂考虑范围内 处置完星德林 罗蒂去解放 被关起来的艾米丽 并告诉她 星德林和她的母亲 都已经不在了 让她逃到魔女之岛 两人深情告别之后 罗蒂选择留下来 只有这个凶手被抓住 才能让艾米丽 跑得更远 被审判的罗蒂 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凶手 因为一切都是 星德林的错 凭什么让她 乖乖进监狱 背负一辈子的罪 从此 罗蒂就成为 众人眼中的 魔女杀人犯 被我欺骗的感觉如何 罗蒂询问眼前 唯一知道真相的听众 这个为了自己 背叛别人的战争英雄 可是她反应平平 没有一点表情波动 这不是她想要的结果 康纳应该是 被利用的对象 经过这件事后 能回到原本的位置 但是真相如何 在康纳眼中都不重要 她知道真相后 还是亲吻罗蒂 这个小家伙 和海里的东西 都站在你这边 真是太好了 接下来就不用我担心了 罗蒂以为 她脑子是在海里进水了 你需要我怎么证明 我刚刚说的是真的吗 还不信 我就是凶手吗 此时的康纳 早就想好了 说服自己的理由 按照帝国的法律 杀人罪会判八到五十年 她如今 已经在监狱待够了八年 已经无罪了 她可以去找自己的自由 而且行李都替她装好了 这些都不是罗蒂本来的计划 她把喜欢的人 亲手抱到船上 给她披上披风 亲吻守备告别 祝愿她永远平安 我爱你罗蒂 头一次见到康纳的笑脸 罗蒂已经被这盛世美颜迷住了 承诺如果有缘再见 自己不会再说慌 罗蒂跟随着魔兽们的身影 向着大海的深处远去